出门或回家量而温喷酒精消毒 但很多人都用错了 酒精可不是随便喷喷就能杀菌 酒精接触皮肤至少要十秒钟以上 才能杀死病毒 酒精喷完手立刻拿东西 反而更容易沾染病毒 喷了酒精没有抹开 也没有消毒效果 要另外夹工大力丸 搓一搓大概维持20到30秒 正确方式应该是酒精喷在手掌手背 完全湿润 接着内外夹工搓揉手掌 等二三十秒让酒精挥发 就能杀死病菌 你要用75%酒精 用湿地酸水 或者用漂白水 都有效啦 就用在你的人的身体上 还是建议民众用75%酒精 另外叫外送餐点也有消毒SOP5步骤 先洗手准备餐具 外包装喷酒精 接着倒进自家餐具 再洗一次手 将食物为颇加热 也算再度消毒 溶度太低 没有达到烧精效果 溶度很高 比如说有人想说 我干脆用90%或95%酒精 来当做消毒使用 其实那效果也不好啦 医师提醒 购买酒精也要看清楚 30%适合降温 50%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75%的酒精才最适合防疫 95%并不会比较好 而是瞬间凝固病毒外壳 内部活性还是存在 所以对抗病毒75% 才是首选 疫情全台遍地开花 酒精烹完禁止 可别立刻乱摸 多等30秒 才真的有效防疫 记者金线中林之会 高雄某道